稍早之前 洛杉矶快船客场对战华盛顿奇才 上半场结束 快船将士就落后对手多达30分之多 最大分差一度来到35分 就当大家都认为比赛会就此进入垃圾时间之时 泰伦儒又一次向人们展现了自己鬼才主帅的属性 在下半场 快船彻底迎来苏醒 还了对手一个80比49分的冲击波 而在末节最后9秒到1.9秒这7.1秒的时间里 快船逆转的最大功臣肯纳德突然迎来爆发 先是命中一记三分球 随后又打成一个3.1 帮助快船鬼使神差的完成致命一记 最终完成了这35分的超级大逆转 以116比115有惊无险的拿下胜利 赛后快船主帅泰伦儒在碰到球队跟队记者Lomare时 也朝着他狂喷拉计划 现在重新写你的报道去吧 在当时半场结束时 快船以36比66落后的情况下 该记者报道了相关比分数据 而这次导演一波绝地大逆转 也确实让如指导给装到了 如果说快船在拥有伦纳德和乔治这两位超级的情况下 上演这波逆转倒是没什么 但在伦纳德本赛季因伤缺证 乔治也因为前不久的走步伤势 已经缺席了一个月之久的情况下 卢还真就带着这只平民快船 打出了加州小将的不屈气势 这场得以逆转全员其整的奇才 快船两大后场绝对是功不可没 除了首发的柯菲拿下全队最高的29分 卢也必须要好好感谢肯纳德 全场他拿下25分8篮板6助攻 其中莫杰就拿下12分 而这12分当中的7分 都是在最后9秒钟的时间所完成 拿下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之后 快船暂时以24胜25负的战绩暂居西部第9 距离胡人也不过只有0.5个胜差 考虑到胡人作用威少詹姆斯龙眉三位核心 且替补阵容深度也远比快船要深厚的多 快船能够达到现在这个排名 确实是很不容易 在直较快船之前 泰伦鲁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 莫过于是在骑士担任主帅 在15-16赛季 接替大卫布拉特出任骑士主帅一职 他就帮助骑士在总决赛中上演过一次绝地大逆转 当时骑士以1比3大比分落后勇士 但不服输的骑士 还真就在鲁指导的带领下 还了对手一个3比0 最终以4比3成功逆转勇士 夺得了骑士队十手冠 而泰伦鲁也成为了NBA历史上第五位帅队夺冠的菜鸟主帅 而在去年接替李福斯 成为快船主帅之后 卢指导也继续为自己制造难度 首轮对战独行侠 快船直接在前两个主场被对手打了一个2比0 且在天王山之战也遗憾输球 以2比3被逼到了悬崖边 但他们还真就硬生生的将比分给逆转回来 四轮对战爵士 同样又给自己挖了一个0比2落后的坑 然后又以总比分4比2淘汰对手 虽然在西爵因为乔治·伦纳德的伤缺 使得他们遗憾输球 但泰伦鲁给这只快船注入的铁穴 也是他们本赛季在缺乏两大核心的情况下 依然保持着不俗竞争力的主要原因 接连上演这样逆转好戏 泰伦鲁的鬼才主帅称号 还真不是白叫的 谢谢大家